Hello 各位同学 又是我 DSE 数学联盟 看到这段影片标题的你应该都猜到 这段影片与我们今年 DSE 数学科 球合格考取一个 Level 2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试园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一年前 都是临考DSE 的时间 当时我就是连夜讲功完成了一个我自己的狀举 就是我拍摄了100集的短片 叫做球 Level 2 攻略 如果有看过这系列的影片的同学 多谢你捧场 如果未看过的话 你可以按停我这段影片 我放了playlist 根据不同课题的教学影片 已经整理了播放清单 放在这段影片的Description 里面 你可以先按进去看 那件事是怎样呢 其实因为上年我拍这100集的短片的时候 因为都是临考DSE的时间 时间非常紧逼 我当时没有其他选择 我只可以将一些最重要的每年都会出的 最容易 最容易学 最容易上手的题目 我先教了 让你们是最大的机会 就算是没有钱 找我补习的同学 在网上看到我的系列的短片 都可以先找到最重要的题目 令你们最大机会拿到合格 这就是我上年拍摄这个系列的短片的原意 千万不要觉得免费的东西就不好 因为自从球level2系列的影片出了之后 直到去年放榜 直到今年这个时候 我都会保持一些我不懂的同学 可能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又或者在IG PM我和我说 上年有很多同学看了100集的影片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温书 自己也努力 最后都是合格的 所以多或少是会帮到手 我不敢说合格的同学的功劳一定是我的100集影片 一定不是 也是辅助性质 最重要是他们自己努力 但最重要的是看完那100集影片 给到一个方向你 求合格有什么要设计 有什么可能是次要的 就不用学着 给到一个方向你 那去年就完成了这件事 但问题就是 其实当时我自己完成了100集系列的影片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些东西是未尽完善的 因为当时我没有选择 因为当时的时间非常紧逼 我只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放进系列里面先教 但其实还有一些在Core里面都是容易的课题 我没有包括在这 那为什么有些课题我没有包括在那100集的短片里面 这些课题通常都是一些 虽然是容易 但占分不多 可能是容易 但又不是每年都出 可能是容易 但又要混合其他题目一次过考 来出来考你 所以变成了有一些容易的题目 但你学完 未必真的看完一段教学影片 再自己做一下就立即得到分 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给你去练 去浸淫 那些题目我就唯有牺牲了 先教一些最重要的 就是去年那100集的Core Level 2攻略 但其实在这一年里面 我也有一些不开心的 就是好像那100集的东西未包括所有 最完美 未包括所有球合格可以掌握到的题目 所以我决定在林考2021年DSC前半个月这个时间 我最后想弥补上去年的一些遗憾 我有一些topic 其实我觉得都是容易掌握的 即使初学者 平时数学一般的同学 可能都是很容易上手的topic 我想最后加在这个系列里面 所以现在今集就是第101集 由下一集第102集开始 我会将一些其实都是很容易的课题 只不过去年我没有时间 我衡量过后决定不放入系列里面的教学影片 我现在就拍出来 彌补上去年的不完美的遗憾 所以从下集开始我们就会继续讲一些球合格 就算一些数底不是很聪明的同学 都可以看完影片是掌握到的课题 再配合你们自己努力做数 在家里练多些 应该都会在DSC里取得更多的分数 再买更多的保险 因为始终如果单靠之前那100集的影片的课题 其实计算数很敏 合格来说也有点勉强 所以最后就学多几个再额外的课题 令到你的分数更多 更加稳定可以取得合格 所以想求合格的同学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给个like这段影片 我转头拍完这段影片之后 我就会立刻制作第1802集 就正式开始教书了 所以明晚8点准时出片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条影片 是球合格Lv2攻略第1802集的时候 再见 拜拜